据网民报道,本月初去世的首场歌手迈克·米勒死亡证书上,死因一览仍是未知,媒体获取了米勒的死亡证明,他的职业是从一十一年的音乐人,死亡原因一览是带电,一位洛杉矶县法医还在等待独立学报告的检测结果,一般来说,独立学报告的周期在四到六周左右,虽然死亡证书注明死因带电,但家人已经刻意为米勒举行火化或者安葬于世,据悉,法医办公室已经将立体交还给米勒的家人,他们通过空运,把米勒送回彼 准备在当地的霍姆武的公墓入土为岸,9月7日中午,朱立像往常一样抵达米勒在盛飞南都古的家,准备叫醒他时发现情况异常,慌忙报警熊猪,急救人员赶到后发现米勒已经死亡,疑似刻摇过量,死亡证书上列出的证实死亡时间是9月7日上午11点51分,也就是说早在医务人员赶到之前,朋友拨打911电话时,米勒已经身亡,他连医院都没去,直接被送进太平间 经常认为米勒的家在他们抵达之前,经过全面打扫,这显然不太可能是服用了过量药物的本人,害怕自己会以命呜呼而清理掉所有的药品和非法药物